上海电影节期间,电影《大话西游3》举办了饱和开启定档报布会 报布会开始前,现场循环播放着吴金演唱的歌曲Only You 听者纷纷直呼,给跪了 动作明星吴金在《大话西游3》中饰演唠叨的唐僧 大家十分好奇,不动手只动腿的吴金会是什么样子呢 没想到,大家还没看到吴金展示嘴皮子功夫,心里掠了他的唱功 吴金登台后,有媒体请他轻唱Only You 不过他始终没有接招,吴金直言自己不懂唱歌 虽然每次录音前都有专人帮他打节拍,但还是总出错 大家知道《战狼》的时候,我把孙楠唱贵了 这次Only You,我又把龙冠廷老师唱贵了 所以我觉得我也就是Only Me,只有我能做到那件事情 我非常的自豪,谢谢 《大话西游》系列电影在周星石的精彩演影下成为影迷新中的经典 所以《大话西游3》在看班时就遭遇了很多质疑,包括选角的问题 尤其是片方让韩哥饰演经典角色《至尊宝》曾引起很多争议 如今影片上映在即,两版《至尊宝》难免被拿来做比较 对此韩哥表示 因为这个角色,我刚开始接触这个本子的时候,其实我一样一样 因为前面有星爷去来试演《至尊宝》和孙悟空 我觉得前几次一直我就推掉两三次 但导演一直在跟我去聊这个角色 你应该去试一试 那那段时间呢,我纠结到说,哎呀,开还是不开,开还是不开 到最后我觉得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然后把握住,因为我也是个男孩,想去演《至尊宝》的 那是每一个男孩子梦想的 但到了出演《至尊宝》,韩哥表示 他为了角色一个月内狂收20斤,而且接受了高强度的武术训练 据悉,大话西游3地脑于8月19日,敬请期待